8月15号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特意在选战倒数101天 在台北101大楼公布协助振兴高雄经济的专家名单 蓝营多位名代献身地挺 9点10点走在街头可以强烈感受到两排就猪根送 很酸民党执政20年高雄市民不成人心 选战倒数101天蓝营参选人韩国瑜特别选在台北101 率先公布振兴高雄经济专家名单 找蓝营大咖啡书似乎也代表自己选情看早 韩国瑜说帮高市还债办法就是让太平岛变股票上市公司 开发石油想法特殊的他就连打选战南北两头堡让人物体看花 几十万的北漂青年他也要感受到我们的诉求主张 两天待台北五天在高雄拜票 对于素质昌南下跟学期卖打合体牌 出井冲电线韩国瑜不以为然 一个挤一个冲 挤着往前冲 紧紧紧冲冲冲冲 这个是他们叫出来口号 我凡是只要愿意来高雄我们加油鼓励打气的 我都韩信带兵多多益山 钻对手打合体战韩国瑜再感叹 至今党中央资源都没拿到 歪嘴鸡不能挑米吃 我们现在已经困难到这种程度 现在小额募款情况非常好 最近就会公布数字已经超过一千万 刚开始营养不良 现在借着各方的帮忙 现在开始胸肌啊腹肌啊都涨成了 高雄市场参选人韩国瑜情报台北 要让选情热起来 豆干豆干豆干 好 好 谢谢